金民党党主席宋楚瑜他被爆料说 从1993年一直到2010年 陆续在瑞士信贷银行存入4.15亿元 好 现在引发外界的讨论了 口译歌赵宜祥他因而质疑说 这笔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还要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回应 好 台北市市长克文哲听到之后笑说 当年黄珊珊才大四而已 就连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他都分析 赵宜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蹭声量 好 谢谢 好 自从2020年参选总统落败之后 就鲜少出现在新闻镜头前的宋楚瑜 没想到又因为这件事登上媒体版面 国际反贪污组织报告上 竟然出现宋楚瑜的照片 上头写着他1993年在瑞士银行开户 开户17年来高达1367万法郎 折合台币4.15亿元 直到2010年他的户头才停止运作 他就有公开提出说 他家连厕所门都关不起来 因为如果装新的厕所门的话 可能会挡到床这边 他所希望可以展现出的一个态势 就是说他是非常贫穷而且朴实的 如果是一个平均公园的话 大概是一个月3万块左右 那政务官大概是10万上下 也就是说宋楚瑜如果他是透过合法的方式来取得这笔款项的话 他必须要累积286年的存款 前一系现在已经加入勇言会的口译歌 追查宋楚瑜前的来龙去脉 最庭老宋的子弟兵黄珊珊 临时缺席行程 不随之起舞 只强调不要会声会影 有证据就拿出来 口译歌摆明是为了初选提名蹭声量 难道还有背后借宋打山 借宋在菊白合作上见缝插针的用意吗 民进党执政之后跟宋楚瑜先生 某种程度上是有合作关系的 特别是在APEC的特使 宋楚瑜就担任了至少两次 如果今天是整个民进党要来 所谓的打击宋楚瑜的话 这看起来是不太合理 我觉得某种程度 如果今天把黄珊珊打得太早退场 那对绿营的这个年底选战也不一定有利 距离年底选战还有一段时间 各政党已经开始选议题战对手 参选人恐怕都要好好超前部署了 记者饶永中年轩台北报道 好不过说到这选举 像是刚刚风无音有说 为什么要翻成年就案 民进党难道是专翻就案打现在的人吗 好另外MNTB也有说 那我都还没有说海角七亿呢 好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加入 现在我还有看到了樱桃小狐狸 还有看到邱明镇 陈峰 范君 贾博士 蔡阿嬷都已经来到聊天室里头了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 现在呢这个是大家就发现 前副总统陈建仁在去年底的时候 已经申请加入民进党了 外界报道说陈建仁呢 被视为民进党布局台北市选举的一枚活旗 当然呢立刻威胁到的是陈时中参选与否 不过呢被问到这个问题 陈时中他说了 以陈建仁的高度 什么职务都可以担当 不见得要加入民进党 陈建仁前副总统是大家都敬重的人 他加入民进党那表示对于民进党给一个肯定 那至于很多的职务 以现在陈建仁前副总统的高度 他什么职务都可以担当 不见得一定要加入民进党 好但是来看到这陈时中他如果真的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到底要不要辞职呢 好当然其实这个陈时中他上广播的时候 拼命帮高端疫苗喊冤 他说当初挺高端被骂到臭头 让他心里很不平衡 在野党听到之后立刻炮轰了 陈时中你心中根本就没有防疫工作 只是想要选市长而已 应该快点把指挥官这个职务辞掉 高端当初27实验都还没解忙 就在台湾开打 高端口袋转薄薄 但指挥官陈时中为高端抱不平 但当初八百多人来不及打疫苗 碰到新冠病毒丧命 陈时中没抱不平 如今却为高端抱不平 在野党听不下去 照他这样讲我们台湾学系 前面三十年都不用考医师执照 直接职业就好了 你当初给EUA的时候 高端才是个1.5期的疫苗 那个东西是可以拿来打在人身上的吗 一个人可以没有考期末考 就直接让他毕业了吗 他有什么好抱不平的 老百姓要抱不平 他没有经过国际认证 为什么给老百姓打下去 游人之意陈时中为高端抱不平 是故意说给蔡英文听 指挥官心里想到的早就不是防疫 而是骑律招骂 想选举 他现在当然是想办法 要逃组织的欢心 那他也知道 蔡英文念之在之就是高端 他为什么最近火力会加重 因为这是选举必要的 心有恶故 然后在想东想西 那我觉得说真的就要辞职了 那你陈时中现在想要选台北市场 你就去选啊 那你现在在那边卖好四乖 到底在干什么呢 难道你准备高端要当你的金主吗 简直像高端发言人一样 大官轮流为高端背书 火抱不平 为何在执政者心中 高端和选举的重要性 似乎早就超过百姓 记得张大鹏 网续过好SNG小组台北报道 经费高达425亿元的路段 只有开到八堵 除了和台铁路线进合之外 也面临了少子化超高龄社会之下 搭乘的人口未来会越来越少 等同是盖了一条前坑轨道 因此有专家讽刺了 评估报告的财务规划 没有一次不可行 但是实际营运的状况 可能会非常的惨淡 未来营运经费绝非票箱收入 而是下一代必须要背负的负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最新的民调 因为呢在今年底 马上要举行的是 县市首长大选 当然台中部分的选情 引发大家关注 最新有一份民调出炉了 好您可以看到 如果是蓝绿白三强鼎立的话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卢秀燕 会以48%的支持度 碾压可能代表 民进党参选的林佳龙 您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林佳龙的支持度是33% 好另外呢 可能代表民众党参选的蔡炳坤 她的支持度则是有4个百分点 但是呢 如果民进党改成由蔡奇昌来出马的话 这个时候 卢秀燕她的支持度大幅领先 来到了52% 蔡奇昌她的支持度只有25% 蔡炳坤支持度依旧是4个百分点 好而且呢 您可以看得出来是 无论民进党派出林佳龙 还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又或者是立委何欣纯来参选的话 全部都被卢秀燕碾压 当然现在呢 卢秀燕她的市政满意度高达了61% 不但比去年增加3个百分点 更是卢秀燕她就任3年多以来的最高记录 其中呢 在50到59岁的族群 对她的满意度有64% 上升到了71% 是满意度最高的年龄层 看完了台中的选情 我们来关心的是 在高雄市的选情部分 其实最近频频被外界点名 要参选高雄市市长的 就是立委高金素梅 我昨天她终于是在自己的脸书 正式表态了 她说她不会去选高雄市市长 不会去选任何的县市长 好高金素梅在脸书发文 她提到了过去曾经公开说明 她身为原住民族 始终以无党籍的身份从政 从政的理念呢 就是为人民服务 族人同胞投票给她 而她的职责就是为族人同胞来服务 转战之说 她心如止水 当然其实主要呢 就是因为最近有各种 有关于她要转战其他位置的讯息流传 因此也让高金素梅不得不再次公开说明 她表示呢 她会信守对族人同胞的承诺 从没有和任何的政党人士 讨论转战的可能性 她只期待原住民族 有更多的无党参政 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世代 在野参政 期待民主之痕 所以她说不会去选高雄市市长 也不会去参选任何的县市长